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钱都是挣来花的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来明日愁 每个人对存钱的观念都不同 花钱的方式也就不同 但是会存钱的人和不会存钱的人 生活还是会有所不同的 千万别小看了那些会存钱的人 毕竟有钱在手才是做人的底气 说话的硬气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手上有钱 心不慌 没钱的感觉真不好 人这一生着实不容易 有钱花还好 若是遇到七灾八困 手里没几个钱真的欲哭无泪 生活就是这么现实 有钱有朋友 没钱没朋友 雄一次就看清了身边的人 多少的家人不和睦 是因为没钱 多少的夫妻会离婚 是因为没钱 多少的朋友反目成仇 是因为钱 有钱时 朋友不缺 爱情不缺 物质不缺 没钱时 朋友翻脸 爱人变心 想买个礼物 孝顺父母的心都不行 钱不是万能的 可是这年头 想要别人看得起就要有钱 想要自己挺之腰杆说话就要有钱 钱可以左右你的生活 可以帮助你成功 可以衡量你的价值 会存钱的人才是生活中自律的人 把钱掌握在手上 控制好花钱的计划 该花的钱才会花 不该花的钱不会乱花 月收入不管多少都会留一点 财富都是慢慢积攒来的 一天存一块 一年也有三百六十五块 一个人要有挣钱的本事 也要有存钱的习惯 没有存钱的习惯 挣再多的钱还是没钱 一个人养成了乱花钱的习惯 买东西 凭兴趣 花钱 凭心情 花钱没有自律的能力 再会挣钱也存不到钱 努力挣钱才会有钱 努力存钱 该省则省才能存到钱 一个没有存款的人 总有较苦连天的日子在等着你 很多人缺钱 不是没挣到钱 而是不会存钱 没给自己安排合理的开支 闲置的衣服一大箱都没穿过 闲置的东西一大堆都没用过 一个人开始步入家庭 就会懂得开门七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样样都离不开钱 看似都是小钱 可一个月下来 东一笔 西一笔 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大数目 有多少钱花多少钱 吃了这一餐 不管下一餐 奉行所谓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其实是极其不负责的表现 学会存钱 就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兜底 为全家筑起一道抵御风险的防火墙 朋友的妹妹 嫁了个修理汽车的工人 妹夫比妹妹大六岁 很是体贴 顾驾 两人都在一家车行打工 租住在附近的一户居民楼里 日子过得小心谨慎 此前 妹夫专门修车 每个月的工资都在四五千元左右 而今年 则被调换到销售部 工资待遇靠底薪加提成 如果一个月一辆车也没有卖出去 就是一千多元的底薪而已 妹妹则是一名修车顾问 修车顶单 都得靠一个一个去联系 去维护 两人已经在那家车行工作了十来年 算是个老员工了 可毕竟市场竞争压力大 两人每天都在为拉客户而费尽心思 即便收入并不稳定 也不高 但他们依旧坚持存钱 每个月的开支有着严格的控制 如此一来 两人终于买了一套小户型 还放心大大的生了二孩 虽然日子过得很辛苦 可因为每天都在赚钱 存钱也就有了一份稳稳的踏实感 人活着要学会存钱 你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来临 没有存钱 生活就没有保障 家庭就没有安全感 借过钱的人都知道借钱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低声下气向人借钱 还不一定能借到 还让亲朋好友看不起 躲着你 赚钱靠能力 存钱是王道 少挣少存 多挣多存 钱存在手上才算数 当你存的钱越来越多 就可以规划自己的人生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一个人懂得挣钱 不懂得存钱 不是本事 一个人懂得挣钱 懂得存钱 才是真本事 特别是晚年 有存款的人 生活才有安全感 人都会老 都会有病痛 有存款 自己才不会拖累儿女 四处借钱 手里存了钱 是为了让自己过更踏实的日子 越活越自由 越过越幸福 手上有钱 说话才有底气 才敢拒绝别人无理的要求 真正有远近的人 都会存到足够的钱 让自己永远不缺钱 真正的厉害 是挣钱有方 存钱更有方 二 学会存钱 就是学会自律 一个人想要成功 最要紧的是自律 当一个人开始严格要求自己 每一天都能完成相应的目标任务 那个看起来遥不可及的梦 也就会一天天变成现实 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更多时候 都是自己持续努力 对自己严格要求的结果 自律的人 每天做什么事情 都雷打不动地完成 套用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宇宙不爆炸 我们不放假 宇宙不重启 我们不休息 社区门口 有一家开了十来年的米粉店 是一家夫妻店 招牌就是特色牛肉粉 丈夫负责卤牛肉的制作和煮粉 妻子负责煎鸡蛋 调好每一碗的佐料 每天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 出去春节休假一周 几乎从不必点 汤多料足 货真价实 这家粉店的生意一直很好 忙不过来的时候 老顾客们还会自己动手收拾桌子 自己找铃 靠着这门手艺 夫妻俩不仅下县城买了房 还是省城 时区各自买了一套房子 而他们的孩子也耳濡目染 学习十分自觉 刻苦 每次考试都是年纪前三 每到双休和寒暑假 总会到店里来帮忙 一家人勤奋努力的样子 更是收到社区居民的热情点赞 生活是平凡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翻过的山 蹚过的河 今天走一段路 明天还走同样长度的路程 不管是爬坡过坎 还是遭遇激流 都需要绕开礁石 再苦再难 也不打半点折扣 狠狠地折腾自己 才会有收获 才会改变人生 三 存钱 才有真正的快乐 前不久看到一热搜新闻 十月薪一万的同事一年存了十一万 下面有网友评论 这样存钱 存得再多也不值得羡慕 生活完全失去了意义 感觉白来了这世上一趟 这么说话的人 一看就是家里有较为雄厚的支撑 或者没有遭受过生活的毒打 如果自己没钱了有人给 当然啥都不用担心 但如果你没有任何外援 自己还挣多少花多少 遇到事情很可能就会抓虾 打个比方说 如果你本人或父母突发疾病住院 而你却拿不出来住院费 找朋友借礼圈也无人相帮的时候 你就知道自己有点存款真好 而且不仅生病住院需要花钱 我们从大学毕业独立生活开始 接下来的一系列大事都需要硬通货才能解决 也许自己结婚父母可能会帮衬一些 但后来的生孩子 养孩子 从买奶粉到交学费 再到孩子结婚生子 再到赡养老人 没有点积蓄 真不行 我们越长大 责任越多 越会发现 原来钱才是生活的底气 你身无分文 逛商场都没信心 手机里存着长长的一串数字 就算啥都不买 也底气十足 有人说 只望攒钱发不了财 涨本是多挣钱才是正经 这话没毛病 世界上攒钱的办法只有两个 一个是开源 一个是节流 钱者无疑是最佳选项 挣得足够多 多花点钱也无所谓 挣得少 在节省也攒不了多少 但问题在于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云云众生 开源的本事都有限 只能靠节流 我们不是不想五花马 千金酒 忽而将出换美酒 只是 没有千金散尽还付来的能耐 既然如此 只能是慢慢来 聚少成多 其实 存钱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快乐 好像是李嘉诚曾经说过 最幸福的是 是老两口开一家小店 打样后再登下一期数钱 普通的饮食男女 挣着微薄的收入 一点一点存起来 看着银行卡里的数字 一天一天 一年一年增长 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心里的那份喜悦和充实 妙不可言 当到了真正用钱的时候 拿出来花掉 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不是平时多穿件漂亮衣服 多吃几次美食所能比较 富人的日子咱不懂 但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 这不仅仅叫攒钱 这也叫生活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